強姦應該也是變性 強姦更死 強姦坐三年牢 編十二編 十二編 那個你編哪裏 編三編 你都受不了 這邊好吵 還在施工 這邊是T3 T3感覺蠻漂亮的 然後我要進去管事區了 我成功進來了 而且過關都沒有人 手續很簡單 這個LV未免太漂亮了吧 現在機場真的沒有什麼人 我要去找Lounge了 我沒有查資料 所以我也不確定 新航貴賓室到底有沒有開 不過如果沒有開啊 我還有Plaza 看這兩間貴賓室哪一間有開 好像洗得著睡覺 好累喔 華航的貴賓室在那邊 我想我應該是要往左邊走 Go Lounge 這是星空聯盟的 我印象光 這掛的是沒有比較好的 我再往前面走走看 這個Silly好像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第一次拍 貴賓室不用害怕的時候 你看整個貴賓室都沒了 只會三進半夜跑到貴賓室啊 找不到地方可以躺 這個貴賓室好大 我想找一個可以躺的地方 然後又要插頭 這個貴賓室真的非常的大 現在我還睡不著 我來三進半夜逛一下貴賓室好 可是這個貴賓室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躺著睡覺又插頭的地方 我找不到 這個地方是飲料吧 這邊有咖啡機 咖啡機 茶 然後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飲料 還有可樂啊 雪碧啊 這邊還有氣泡水 海泥根 這邊有製冰機 還有啤酒 這個是Tiger的吧 應該是 可是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這台Train Beer 在Train Beer有個非常方便的地方 打開 我先拿一個杯 按鈕 這台是機器到的完美比例 就放一下 然後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威士忌 Civas 各彎立位 然後還有XO 它的酒類應該算是給的非常非常的齊的 這區啊 還有一些紅酒啊 白酒啊 反正非常的多 有一區是首次區啊 可是首次區啊 現在都還在準備 看到沒有 我後面這區是熱食區還在準備 對 這個時間準備是正常的 這邊啊已經是我逛這個貴賓室啊 最黑糖的地方 可是沒有差 現在是2點40 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現行貴賓室 好像不太好貴 好不好外面還比裡面好水 真的 整個沙發區啊 非常難躺 我剛才問的服務人員啊 他跟我講說 這邊 才可以充電 而且這個充電啊 跟我的鬼殼是不一樣的 我要去跟櫃檯換一下 我終於換到插頭了 可是要拿登機證去櫃檯換 我有順便問他哪邊 才可以 有插頭 他跟我講說 要靠近玻璃的地方 我找一下 有沒有看到整個貴賓室啊 真的 都 沒有人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沒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出發地 如果要睡機場啊 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Po的外套一定要帶 A6500 iPhone A730電池 Otoma Pocket GoPro 都在充電了 吃完這個堅果 跟喝這個XO1 我真的要睡 這貴賓室真的不太好睡 A7500 真的很難睡 而且 最主要我還要顧這個插頭 所以要不然 我就去找別的地方睡 加油 晚上睡機場 正常要見後外堂 現在超冷的 它的淋浴間跟廁所是在一起的 有時候 OK YES OK 我看起來臉色有點蒼白 有點狼狽 這個淋浴間 其實不會非常的小 感覺還不錯 毛巾 吹風機 杯子 這瓶是 嘴巴清潔 出口水吧 刮鬍刀 這邊還有附一條毛巾 這邊是洗手槽 跟衛生紙 然後往裡面走呢 這邊就是淋浴的地方 小早 很舒服 然後準備吃早餐 這個是咖哩 這個是炒麵 哇 這是燒賣 日式炒麵 這需要就是一些優格 這邊呢 就是水果 有鳳梨 石瓜 跟柳橙 麵包的部分 選擇也非常的多 這麵包擺得很漂亮 還有一些小蛋糕 謝謝 現點現做的 現在是早餐時間 人就非常的多 座位啊 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有做人的 然後我現點了一個魚丸的海鮮麵 這個也是現點現做 看起來好像也是新加坡 蠻知名的一個飯 這看起來像豆干 可不是 吃下去蠻辣的 然後 它旁邊還有這個蛋 嗯 好吃 這湯啊 喝起來也非常的好喝 就是感覺啦 是有熬過的 不是就是一般的湯 其實新加坡貴賓室裡面的東西還蠻好吃的 這 這個貴賓室 生意非常的好 謝謝 這邊有個非常非常大的 你可以用電腦的地方 這邊應該是插頭最多的地方 不過啦 一樣 它的插頭一樣不是萬用的 是新加坡的規格 是新加坡的規格 喔耶 Hansen 哈哈哈 掰掰 掰掰 非常有趣 我要離開新加坡貴賓室了 其實我非常喜歡新加坡這個國家 原因是因為它的法制非常的好 我昨天做GRAP來的時候 也有跟GRAP的司機稍微聊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證報警察 這個證報警察 他可以 他可以 怎樣講啊 可以 可以隨便打人的 可以隨便打 可以說 他懷疑你犯法 你不讓他做他可以打你 新加坡好處就在這邊啊 齁 是安全啊 安全啊 對啊 新加坡是安全啊 其他的東西也沒什麼好 真的 可是這樣子 好 新加坡還有邊形嗎 邊形還有還是沒了 有 還有邊形 邊形怎麼樣才會被邊形 呃 搶劫還是 搶劫 對 搶劫就變形 小拋還不會嗎 不是搶劫打搶 打人也是邊形 對 打人也是邊形 打人也是邊形 打人拿武器邊形 哦 如果用手 不會 就不會 然後如果你拿東西 你拿武器就會 啊 就邊形 對就邊形 強姦應該也是邊形 哇 強姦更死 強姦坐三年牢 邊十二邊 哦 十二邊 那個你邊啊 你邊三邊你都受不了了 不要講十二邊 從來沒有一個人啊 可以邊得了 十二邊的一次過 所以 他一定要邊三邊然後休息 不是 他一次過邊你 給他這樣邊你一邊了 他會叫 他會叫醫生來看你 嗯 醫生講還可以再邊 連你再邊 醫生講還可以再邊 再邊 變到不可以再邊為止 變到醫生講 哦不可以邊了要停了 所以要十二邊就是 不可能變到十二邊 不可能變到十二邊的 沒有一個人可以 可以農下十二邊 哦 這樣子 你說像新加坡 可能強姦犯也少嗎 應該不多齁 新加坡沒有 沒有這樣多強 講真的新加坡沒有什麼 強姦犯的 大家會怕嗎 不是 因為新加坡有牙龍 哦 你要去你就直接去牙龍 對你就直接去牙龍 給錢了嘛 牙龍是合法還是 合法 合法哦 牙龍是合法 你講這樣也對啦 牙龍其實以新加坡的物價 好像也不算高嘛 對啊 所以 不是說你外國會這樣多強姦 是因為他們沒有牙龍這樣嗎 沒有合法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一直贊成啊 自由就是在不影響別人的狀況下 我是非常非常支持 比較嚴格的刑罰去懲罰啦 比如說你看強暴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應該好好 比如說用鞭刑啊或什麼 自然啊 那其實啊犯罪率就會低很多 這就是我在新加坡機場睡的一晚 不是很舒服 不過至少我洗得澡 今天的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 每個禮拜五下 我來幫忙